其中一個我們都有份參與的 就是我們用很多電 用很多物資 那些全部都牽涉到二氧化碳的排放 當然還有很多其他因素 例如原來耕種有二氧化碳會引起全外暖化 但我們都不是農夫 這個我們幫不了手 但我們記住一件事 我們每洗一件事 我們每買一件事 我們每用一道電 都牽涉到 或者我們每天開一個小時車 或者什麼都好 都牽涉到二氧化碳排放 如果我們因應我們自己的情況去思考一下 我怎樣可以減少這些二氧化碳排放呢 譬如說原本我每天都開車接兒女回學校的 我可不可以跟我隔離輪車 大家都同一間學校 喂 星期一、三、五就是我開車 二、四、六你開車 這樣好不好 那就省了半 是吧 如果你有地鐵的 好像我這樣 我現在去到很多天都搭地鐵 那就有省很多 譬如我們吃東西的時候 就不要有廚餘 因為廚餘第一就浪費了 第二廚餘去了堆田區 就變成一些溫室氣體 使得地球暖化 我們吃東西都很講究 因為如果我們吃很多肉類的話 是會加劇氣候危機 如果我們吃多些蔬菜 吃素 原來是幫助到氣候變化